我暂时看ала书记小学的问题是9点的想法 我觉得我wind的选择 我要先讲讲香港的教学特点 就是我们中西你试字的 puisque我们讲一讲文学 阅读和文学教学的分别 现在便简易跟王老师讲讲 小学如何开展阅读教学 我们刚刚讲讲波度数量,数量他们的活动,游读的活动 然后我们11点有一个休息 然后10点15分就讲讲,请许小仁老师讲讲周识的元朱教识 然后10点大概12点就讲这个游读的评估 我们就有午饭,大学是新学雅门的,所以我们的午饭是简单的,没什么好吃的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大学用餐,我们都没有教育城 教育城就是政府全部的教学改革机构,基本上都有网上的 今天大概这样讲,书想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可以吧? 真的,如果有什么,我们安排就不用客气了 明天上午就去中学,你有跟他人学没有? 你应该来认识过了,好,好,好,它是一个,你看过三个学生跟你们 每个比,你们都用大的运动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学生小的很可怜,很可怜的 所以看建築物就沒有什麼特點了, 只要我們就看看我們的教學內容、教學法而已。 這個形建關係,我們還是盡快的開始好不好。 我們先講一講香港語言學習的語解問題。 因為我們在台灣有沒有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想一個想意的學生, 有學習的語言很多的。 我們的粵語,可能裡面台灣也有台語, 或者是海外語, 當然裡面有國語,也有英語。 所以他們也學習粵語的聽說, 普通的聽說,英語, 我們有四字,當然也有四字。 閱讀有現代漢語,有古代漢語, 寫作有現代漢語。 我們在香港的學習拼音,你們有註意符號碼。 英語裡面有法理,一定有了, 英語裡面也學的,一定有了。 我也有學電腦語言,有輸入法。 所以你看他們學的語言很多。 1、2、1、2、3、4、5、6、4、8、9、10、11、12、13、14。 所以這個14的語言呢, 你就要決定他有他的學習的蓄力了。 因為學習的蓄力調動過來, 學的東西完全不同。 比如說,現在很多幼兒園的小學, 一年級學什麼, 三級聽的千字文, 知道嗎? OK,一個,OK。 如果學那個千字文, 連那個古代的論語,孟子, 就說他們學習的古代漢語, 這樣說他就不學這些, 這些不學也是。 所以如果他學東西, 他其實有其他東西的。 所以這個世界是很公平的。 你學一點東西, 必定要放棄很多東西的。 因為時間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學生, 來學生一年級, 叫三級聽的千字文學生, 他的閱讀一定是很差的告訴你。 因為他學東西, 完全跟生活沒關係。 所以這個是, 你身份也會, 他身份都這個不錯的。 另外就是, 我們就當分的學少女這樣講的, 就先聽說, 聽說的是, 零到六歲, 他的家庭呢? 他的家庭語言也有這個語言。 他的媽媽, 爸爸就會講話。 所以聽說呢, 六歲一定沒關係, 他能夠聽說已經很好的, 一定沒問題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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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一年級的幾級實質了, 就開始大量的實質。 有些學生就叫漢語拼音。 如果這個學生叫漢語拼音, 比如說他用六個, 三個月, 四個月, 學生學拼音的話, 他的實際量呢, 他就比較小了, 他越讀量也比較低了。 如果, 如果他結界認知, 所以就快, 大概四個月到五個月, 閱讀量也比較強。 所以, 也是學生的把漢語拼音, 放在二年級、三年級、 或者四年級來。 因為, 他現在不需要通過拼音來學習漢字, 因為他能講, 他認知很快, 直接從那個聽說, 就找見識字了。 所以, 就比較快六個月, 一般。 所以, 如果有一個學生, 他叫英語的話, 英語學生呢, 他漢語也不好, 因為他大部分時間呢, 就搞這些東西。 所以, 學習的順利就是, 我們是這樣的, 聽說, 認識, 閱讀, 大量的閱讀, 閱讀, 帶動寫作。 然後, 這個閱讀員再推家, 把那個聽說, 學生成為一種實實。 所以, 大概, 電腦大概三年級, 大概一五分鐘, 沒問題的。 學習的順利, 這樣子。 你們就, 八歲以前, 就一定要學習那個, 中英符號, 所以, 中英符號, 對學習的順利呢, 就跟我們不同的。 這是比較重要的是, 整個學習的體系呢, 我們都看起來不同的。 我們就很快, 一連結, 大量的設置。 如果這樣之後, 我們不用這個評議來學習, 設置我們用什麼方法呢? OK, 學生也是很害怕的一些學習, 怕超水、怕墨水、 怕背舞, 他們都聽到這樣的東西, 他們都很害怕, 很多孩子都是用年齡的學習, 以前的。 所以, 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家人很怕 孩子這個墨水, 成績不好呢, 就讓他補習啊, 家教啊, 都是學的。 就是從一連體開始, 就討厭學習, 因為你大量的墨水, 他在參演, 他沒興趣學習, 所以有時候, 這樣的一個, 沒有心情學習, 就變成一個, 沒興趣的一個閱讀, 很快。 傳統的方法呢, 都是每一天門來, 我們就學一課和識字, 今天是一個, 明天是一個, 很快就忘記了, 什麼學習都沒有, 我們就短期記憶, 就是, 事實上不多, 因為你沒有系統來學生, 所以, 學生呢, 一般都是, OK, 都是覺得, 學習是沒有興趣的, 這樣也沒辦法, 所以很多時候, 都以為他的孩子有問題, 然後, 給他查教, 或者給他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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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一個心理學的專家, 看那些學習有什麼問題, 學生不一定有的, 還是那個, 教學跟課程的問題也looill,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們以爲, 我們以漢字營口幾千年的, 應該對漢字很認識吧, 但是, 最重要的老師, 得咱怎麼學那個漢字,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還是學的那個漢字, 就好像科學、 課程、造財、造法的問題, 傳統都是用審字為主的 審字都是大量的審字 所以它有個感覺就是多審字的時候 它設計量一點畫 就把那個審字都從一個層次來看 就是它每個字一定要寫 這樣的話 我就給你一個 我們給你一個遊戲 這個有四個字 看你猜猜是哪個字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部分 猜多少 再來多一點 這個是什麼字呢 還沒有 龍 這個呢 龍 OK 再看多一點 這個 雞 這個 龍 OK 再多開一點 這個還沒有猜到 再來 這個很清楚了 這個 雞 龍 這個呢 上 不是放 OK 再大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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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 再來 這個呢 是 像 OK 給它看一看 OK 所以你先看的是哪個字啊 龍 這 第二呢 字 第一個呢 像 這個四 這個有什麼跟我們學習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 壁畫多容易認 所以 壁畫多容易認的時候 我们这个是用于度 就是在我们看字的时候 不用看全的字的 只要看一部分就能猜出来 基本上一个大学生 看一般就能猜出来了 所以看不出来 这个开玩笑 一个大学生的运气也不动 所以壁画多的字就容易认的 壁画小的字就容易写 因为传统每个字都写 所以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就不叫了 那么多的 壁画那么多 我们不叫了 实际上从孩子来讲 这个机器 这个是很难解释的 是这个很难解释 这个每个孩子都懂得 每个孩子都吃过 所以传统的 相代人 你写过了 三大人口月级 我们用壁画很小的字来教 以为这样教是容易学 实际上导过来 壁画小的字大部分就是虚字 不是识字 这些实际上是有图像的字 容易学的 所以传统的这些壁画小的那边 鸡 福 节雅都是虚字 不懂得怎么讲给孩子听 他不明白 所以 拼字呢 没问题 壁画越多越有利用的 写字呢 壁画小的都容易写 所以如果传统用写字来教 先教解雷的字呢 有的是最难学的字 就是壁画小的字 所以传统的教学法呢 就研究比较小了 所以 都是用 都是用写的方法来教 用壁画小的字来先开始 我们下一个不一定的 可能用壁画很多的字 我们用认知跟写字是分开的 大量的认知 壁画越多越好 没问题的 大量的认读 所以 最低点就是 我们 写计跟认知 不是同步的 先认大量的认识 然后 写基本的字 不是同步来选 这样呢 你的整个课程呢 都 都要改变了 因为 这个概念是不同 OK 所以我们就 大量的字 写基本的字 对大量用字的 OK OK 不难回应 因为我们就 也大量的 一个提前阅读了 就是我们幼儿园 一开始一看书了 OK 显示我们不写很多 都是写有关 基本结构 一顺中句的这些字 用的大量用 OK 所以传统的用英画来学 用写来学汉字 是很慢的 对人是没帮助不大 OK OK 所以 所以C是 我能跳过了 另外我们用C 学习的方法是 不建式字 不建就是这个 独体字 这个可体字 OK 这个是 这个负责可体字 在题外有新国 有新国 有新国 为什么我们用不建式字 因为原来我们的记忆呢 基本上都能记这个七 七跟二的 所以好的学生它能记九个 剥热的还记这五个 对 这个基本是吃 所以我们开门七天四了 台湾有没有这样讲法 对对 李叔讲说 为什么七了 不行八了 因为八就忘记了 有一个掉下来 所以就要要吃 东西有八件事 所以有七件事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们电话号码也不 很小 敲过那个八个字 是不是 你熟熟 电话号码也是 比较小 敲过那个七 可能八以上的这个字 就分到两个 两个部分来记 明白意思吗 你电话如果要敲过七个字 就要一二三 三个部分来记 那记忆是这样子 另外我们的 我们的字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汉字 闭话多的时候 我们有拆开来了 加曼阿狗 对于不见来 所以这个字 这个记得切过七个闭话 所以分开一二三三个部分来记 就容易记 因为这个 切过七 七个闭话的蓝字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 三个部分来记 就容易记得 这个容易 不好意思 这个记忆的问题 所以我们用固件来学 就容易来学 但是这样也是很零碎 我们怎么 就保险了 停一停 因为我中文的英语不同 也有这个结构 相差中 OK 另外我们也要学生 学习这个基本的组合 大概有十五个 就说他们也学习十五个组合 OK 另外我们就统计过 我们的字 大概有七十七个常用的固件 这个固件 这个固件 这七十七个 为什么要有线学 这七十七个 为什么要有线学 哪个 这个是常用的固件 OK 这七十七个 这是次常用的 OK 用的很小 这是说 这些常用的字 这些组织 这个借口字 就比较多的 OK OK 因为我们经常 两千五百字 就能看五茶小说 所以中文是比较容易学的 三千五百字 可能基本上 一般的坎夫 都能够看懂 所以我中文有学的字很小 基本上三千五百个 但是英语 就像两万个 才能看报纸 对吧 我们有组合型词 它们的词 是每一个词 都是单独的 所以英语比 其上比中文难学 就是 中文呢 就算我们学 能懂 二千五 就能看 金庸的五茶小说 三文 就是一部难学 好 怎么去把握 这两千五百字 OK 这个是组合了 OK OK 鼻顺 OK 另外我们学习 这个汉词 最重要的是学习记忆 不是这个 记性是很重要 记忆很重要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用写记来学 就学习记忆 如果我们香港人 我们在中国 又用那个 拼音来学 就用学习记忆为主 我们香港人 是用一个记忆来学 就是注重字的意义来学 用记忆的意义来学 用记忆的意义来学 那个字 不是从大量的写 大量的拼音来学 这个字 这个事情是很像的 跟中国 在中国大陆 学的步伐都不懂 OK 咱们学得很快 就是我们选择孩子 懂得的字来教 他懂得更易的来教 比如说 我们 迷洛基 他懂得那个字 我们就给他写 就说 而且先教这个字 他能讲的 我们就先教 我们的常用字 就是他能讲的字 没办法意思 我们不愧 会从这个 抱起来选择什么常用字 就是 看到上后没关 因为它是 它是强烈的字 那还挺有关的 他每天都去 他很喜欢 其他的 他能讲的 我们的教 这个基地 就从这个来学 这个快乐乐乐 也从这个 小麦 也从这个字来学 所以能讲的 我们先教 常用字 他能讲的 这个也是 我们的 OK 跟 我们就 我们就 教他的心理 其会 有 生不经验的字 所以 为什么 我们刚才说 什么千字文 什么 三字经 很难学 就是 因为他没有 生不经验的 所以 如果把这个时间 来跨到 那个 千字文 其实跟 清代 明大孩子有关 因为他要考章园 所以他有限念 但是 生不经验 我们就不要先教 OK 讲讲部件 没有 没有 有没有 这个 是 没有 我 你 没有 有没有 这个真的有7个字 ok ok 另外我们用基本 其他的字就是一个字 一个阶级的字都是用这个字来学的 所以我们一学就用整个五个字来学 刚才说这个7的关系 一个一个来学就学7个字 但是我们一组一组来学叫7个组 7个组就一把的量大很多了 4个字 比如说这个5叫5个字 75叫35了 如果学7个字 一节可能记7个字 我们一节可能学35个字 所以那样子从那个一个字 从那些个组 ok 刚才说这个77个字很重要 因为这些77个字 能互相组合一千多个字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拿77个固件的字呢 它互相组合呢 你懂得一千个字 所以我刚才说2500字能看五小小说 如果我们现在要这个77个固件呢 它懂得一千个固件 它一年期一看起 看起看书 做文明没问题 所以我们是这样叫77个固件的 所以就是由一个系统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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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用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 OK 然后按进个方文 好 好 我问好了 其实这个关系我们就有 我们有诗词课本的 就是专门了我这个体白色所上 都是交换局头 我们专门认识的高纤诗词就是它先学的77个附件,第77个附件就学一千这个字, 大概用一本诗诗诗的数量大概三个月,两本就是六个月, 所以基本上它先不叫什么,先适诗,先选一个字来,没有读嘛,。 这个台湾有没有这个游戏? 有,小明,这种游戏。 有嗎?有沒有? 小明 早明 小老明 上山 下山 左手 右右前歉 厚厚 火山 村山洞 这是游戏来的 每一个课文都是游戏来的 都好玩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大零到六岁家里已经学过的游戏 天生都不用教了 他明白的 他懂得玩的 我们给他制作了 他都认知很快 学得很害心 很开心 另外我们也 生生生世世久悠悠 因为这个学习的方法 就是整个一组的字来学 你看这个一组的字 不是安读来没有关系的字 是有系统的 这个是空间词 你看我们就是叫它空间词 另外我们也叫朋友 也换了可车 或者水切 或者巴锡等等 我们一直就换字 所以一个课文 他很学很多字 要可以学那个卷个名 小名 大名等 要一直卷 一直卷 一直卷 他们一直就学很多字 要换字来学 所以我们是有认读字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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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是不同的 写字是不同的 OK 每一几个的学力部件 这是部件 OK 这个是心理奇惠 OK 心理奇惠 心理奇惠就是 刚才我说的是 他能讲的都叫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老师说 海底你看过可车 如果他懂的 就叫了 如果来看看飞机 我们就叫了 所以这个课文 不光是叫课文 还叫他讲究来的词 我们就说 你看什么车呢 他听个公共期间 我们就这样说就是 我们一几个教会 教很多人 有关他心理的词 这个听到吗 好 听到那个 OK 这有时间吗 我们都不知道 好 然后呢 心理奇惠就是说 刚才说 比如说 他懂那个是 蜜蜂 我们讲那个 课文那个词 他能讲出来是 我们就这样的叫他 那个 我们这个心理奇惠 我们去奇惠网络 好 因为我们记忆是这样子 是网络来记的 所以我们找出他心理的网络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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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如果我给他一个词 他能讲什么字 我们都写下来 都叫一个整个网络来记的 都叫一个整个网络来记的 不是单一个字来记的 不是单一个字来记的 但是我们用几个月时间 实施一个 77 个文件 大概 以后就有大量的阅读 跟作文的写作 这是我们的课文 所以我们不是从这种拼音 拼音什么叫 拼音什么叫 拼音 拼音 不是 拼音是一个小本的课本 大概有几百个学校用这个课文 后来因为我们就有效了 其他课文不能不用我们的方法 因为有张学司长 因为这个不牟利的 政府给我研究课文 因为这样有效的时候 其他课文就根据这个方法来编 现在香港传的小学课文都用这个方法来写 我们就一个 对 一年就学两本 对 现在在学期 对 现在在学期 都是先学那个字了 所以大概 大概一学一本的 大概能懂大概八一百个字 两本的一千六百个字 一千六百个字 这两千五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年集就 写文章了 不是写剧集的 也看书了 我们有兴趣可以买一点 因为我们也放这些 有兴趣可以买一点 因为我们也放这些 有兴趣可以买一点 所以八岁以前的书都要用那个 猪鹰符号 对 对 这样就是 年纪以前都有猪鹰符号 因为我们看书的时候看字 所以是不是一定有这个符号 这样对一个阅读 就拖慢很厉害 看一个符号 可以看两个符号 可能你读一个比较难字的好处 每个字都写的时候 实际上就对阅读的没有 我觉得是 我们就没有唱的 有没有安排 好歉培训 好歉培训 基本上大学有 大学 西班学也有 政府 都有 政府就说他们 有两个类 一类是他们政府 照顾自己办的培训 另外他们给一个 纪念 纪念 给我们开发 那时候他们先 比如说 基本上他们先训 一个科主任 科主任 也训了校长 然后也训了老师 最后是家长 因为家长懂的时候 因为很重要 因为家长是最重要的老师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 有一个 可以有办法给家长 我们明年看很多 很多办法 来给家长 因为家长懂的时候 学生也不能不动 其他方法 因为家长知道 是好的学生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我是教育处社交科 各读 并成 有个问题 很常情 就教于谢教授 那刚刚教授说 香港的教科书 大概有这种拼音的部分 那台湾教科书 大概有这些 注音符号的部分 那我想换一个方式来思考 就是说 当然这种固件的教学 它能够促进对文字的 很快速的能够加以分类 跟理解 对这个认知架构 是可以善用脑部认知架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如果加注注音符号的话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协助 有些学生 他已经有音韵爵士的话 他能够很迅速的 就能够知道这些 语音跟文字之间的对应的关系 好 我这部分就这样教授 谢谢 对 所以刚才说 你用语音来学 还是用意义来学 我们说为什么文能不教 如果我们用拼音符号来学汉字 是另外一个更难的符号 来学我们的汉字 实际上是不是 原来汉字是我们用的 每天在节语什么都看到的东西 你是不是都用的时候 你做一个很少看的符号来学 一个常用符号 所以我们都教过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不是不教 如果教普通话 有些学校还是教的 但是那些学校我们都告诉你 他阅读了一定慢 所以那时候我们用普通话教的 有些学校就一年级 但是有些学校就二年级 那用精音就是把这些发音转绝 不是用符号来学另外一个汉字 那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对外国人说可能有好处 因为它是一个语音的符号 我们的中文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 就是这个表意字 表意的符号来学 所以孩子从那个语音来学得快 这是我们的经验 但是当然有不同的孩子 有不同的孩子 第二语也可能用听音有好处 但是我们也 我认为很多印度人 在巴基斯坦的孩子 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也发现问题不大 他们还是学得很开心 也有兴趣学习 我们都用同样的方法 另外一个 默讯的一个 我的波水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给你几个例子 我们的摩水 也用这个 摩尔医院 你挑这个 OK 我们的波水 可以摩尔医院 这是部件 这个考 我们的摩水 这是部件的采量法 OK 这个加法的试制 一个简单的试制 都是一个摩尔医院 这是一个加法试制 你看这个关系 基根 比如说我们考的 熟生的一个字 是基根 不熟不熟 这个是基根 看到能不能 这是因为 他如果用这个方法 他会知道 哦 字没有是基根的 这基根就是接力的字 但是呢 都用这个字来带 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同一个部件来摩尔医院 都是同一个部件来摩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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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摩尔医院 不是一个基根来摩尔医院 还是整个整个部分来摩尔医院 他摩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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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用不要把您的摩尔医院 pper应该摩尔医院 这些可以摩尔医院 这个摩尔医院 是最终于他摩尔医院 他摩尔医院 他摩尔医院 摩尔医院 看着克舌这个词,他能想字,他就能写 这个屏幕就这样子,看着克舌这个词,你想到什么就能写什么 这样说,我们就是鼓励他把写懂的东西 全懂就是,我们考到他不懂什么 这个相反来说,就是鼓励他多学,传统的莫写是一百分,怎样都零分 这个是一级,我这样说就是鼓励学生多学,就是我们有能力学生可以多下两百分 可能能力低一点,六十分都没问题,就是这样说就好的学生能,真的学生 我们不封顶了这样的学习,写一个测量,不封顶的测量 可以 这个是给你帮大家看,三年级是什么 这个是中文,莫写,听写 我们在从一个课文找一个词,今天的莫写就是给这个词不能写多少多少 有关这个课文的词 这样就是,这个是他的大脑的网络 他全家的大脑有关科学这个词的特词 所以我们就把它都讲出来,他再试一下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孩子都是更积极比赛的,不一定跟他跟着他 因为老师一把一分就封顶了,你学了都只学一百分 所以我们就来处理餐饮 好的学生会多学,不过的学生不一定学得小 因为同学可以看同学的字,他可以学得快 他们说科学越完越硬帘,怎么拼了? 他如果说科学越完越硬帘,这怎么拼了? 他人说科学习考都可以 或是,这边有一年用努力 好,可能他们心里说他用了一年是学习10科 但你会说,这个可能不一定很准确的东西 但在这孩子里说,他内在的心里跟科学 可能就是他有一点经验在 我们不知道 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写这个 就可以找出来 他为什么科学跟这个一年努力有关 可能他一年就也不及格 也不规定 对 这样说从管的 他能写 我们就尽量给他多写多用吧 老师也是找出他的 当一他要写错字 我们老师也给他 这样说这个孩子就很快 他也学得很快 也找出他的提问 这样就是我们的创意末写 都是加分的时候 同心过头 也可以用图来写 别的图他能写什么都写什么 也可以 也可以每一节课末写 比如说这些词 词 肯定在那 比如说这个是写那个也可以多写 比如说他可以写默写这四个 他懂得另外一个人多写一个都可以 我们不先进他学习的 可能这个课文是用这个 但是他觉得有写的词跟有关都可以多写 好 这个词词的朋友 比如说这个创意动词的 每一节可能是摸写 对不对 这么挑 不是 就翻写页截 比如说这个摸写是一个关键词 这样也跟他的 别有点关 他懂得我生死的关键词 我翻过去考虑 比如说我们背摸这篇文章 我们给它这个结构图 为什么给它这个结构图 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scarpolding 这是一个印章 它不光是摸写这个 还是懂得原来这首诗 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就放出它作文了 所以这样说就是 我们每一节课的摸写都有目的 不许光是听谁就可以玩家 就是 好 这个是OK 那关于摸写什么 因为摸写在埃及 觉得最痛苦 家长要痛恨这个摸写 现在都是279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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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很大 但是他自己觉得 很有成功感了 但明天知道明天 像我们孩子 还有学生都都问是老师 明天有什么要摸写的 都是要求老师多做这个 这就变成游戏了 因为那个车夜 那个考试变成一个游戏 但是同一个游戏来学习嘛 愉快有效了这样子 所以啊 但是打破这个框框 那个学生好像有100分 摸写还是有100分 都是接五十二六十五啊 对一个学生 你会有空一点的认识吗 这个是在哪里面是怎么上 要进一接的时候 那对家长的税 大家就很高兴的,可是孩子很欠材 279分,162啊 这分数的话,怎么你当家长幸福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告诉家长,你的孩子不要跟其他孩子比较 这个畅量的整个意义就是,我们说Accessment for Learning 但是,评估为了学习,找出孩子的强的地方,拨弱的地方 他怎么提问?如果是Accessment of Learning 那个评估就找出他的表现,所以比较整个群众 明白吗?他找出的结果,这个意义不大的,特别是小子快的学校 还有老师多学校多,你的65分跟70分没有,影响不大 那一件方法叫鼓励学习,鼓励家长,觉得你孩子可以两千分 如果他多看书,他有兴趣学习,去用藥 这个在小学台湾可能可以,国中就大概不行 因为国中他升高中的时候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他是参考学校的成绩的,然后申请学校 那家长都斤斤计较的,今天学生他多一杯,他多一杯 他就会影响到他在省造成绩效 那这样也是有统计的方法的 实际上我们怎么把它统计呢?就是比如说 只有100、200分就怎么去换成一个分数 另外我们有一个,另外有一个新的就是 Test portfolio,就是一个设计的档案 这档案不是一两节课的一个分两个分 还是我给他一个档案来啦,我的学生就用水的 这样容易那么强的 大学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学生真的有唱 也是能穿原才的学校,不光是65分 55分的老师给他 那怎么训练一个天才啦,这样你要开放自己啦 大学应该开放一点,可以 另外一个转分行,以同一个统计来学 不可能 有多少比例的老师是用这样子的教法 那基本上呢,这个是文队上的教育部系也解释我们的 特别是文队上的教育部系也解释我们的 特别是文队上的教育部系也给他一个 文队上的教育部系也给他一个 文队上的教育部系也给他一个 文队上的学校 这个这是我们的研究 然后大家发给全个香港 基本上大部分学生都一直是传统的方法 一直是用创业的方法 非常大部分的学生都用的 都用的,很普遍的 学生都知道这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在学习这一套方法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遇到,或是教学上会遇到什么困境? 当然困,因为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十个词现在两百多功 现在学校可能找嘉奖,找高年级帮他 对,这个分别意义的 主要是鼓励学生学习 他有心理学习 他有心理学习的时候 他明天莫写,他都看报纸,看书 看自己来找出同样的固守 这样说到学的 他培养到技学,学会学习 不是打一个分音,不要分别意义 因为作文老师五十分,五十五到七十五 十五年都一样,我们统计过,没分别 是不是学校里面学过经验 中文的,老师给你的作文分 是不是五十五到七十五 你试过九十八分没有? 九十九有没有中文作文? 没有,所以孩子不愿意当文学家 他没有好的愉快的经验 所以我们老师只有六十五分 永远都老十五分,十五年都一样 对他来说也没生意 学不学就一样,都六十五分 老师也不给他低分 因为太小分,他实际上不高兴 也先给你麻烦 投诉而下降 所以都没有学习 那边学教授你好 在我们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他们有一个叫高评字 研究发现大概只懂大概一千个中文字 大概文字的覆盖率可以高达九成 对,我不知道学教授对这样的 目前我们台湾的研究发现 只要懂一千个长出现的字 目前最长出现的 第一个字叫做白富的等 只要学会一千个字之后 大概所有文字的覆盖率 可以高达九成 我们最近其实想要 针对那种学习比较落后的孩子 大家至少学会这一千个字 看一般的那种报纸、课本 大家可以读懂大概九成 这世界有我们的很多东西 两千五是我们一个大型的研究 把香港全部的报纸、书都放进电脑 比如说把金融的母纱手税 放进电脑来通知出来的东西 所以另外台湾跟香港不同的 因为我们可能 比如说很多 很多学习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股票之类 每天有 但是台湾可能不一定是 读字 但是我们从扣词来学 其实这个部件能扣 一千两百字 不过现学认识得很快 所以我们就会从强用字来 而且强用部件来法 我问一下 我们小学如果从一年级 来学刚刚那高速认字的方式的话 有没有肯定 我们几位小学校讲 我知道现在各个学校自己决定 他目前有一定的课纲 就是在几个版本里面选 我们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拿这样的东西来商量 远远超过我们要学的范围 可以学得更多 这个学这个一定会超过我们的吧 我的意思是说我学这个 一定会超过我们的现有的 而且对我们的阅读 这个一定推动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来用这样的 难道会有问题吗? 我们找几个学校来实验 所以这个实验的时候 要有什么程序 要跟部里面那个 是吗? 好,这样先这样 我回去再跟他们讨论好 问题,我会放在这里 学校来 一位 跟一位波都 那些不上人讲的 可以告诉他们的改革的经验 因为很多学校类 像中学校都是说我们的一个行业 但是他们的学校是中文好 那些学校的计划 那些学校的计划 或者是他们的目标 后来很成功的 加上就相信他们很多 他们很受欢迎的学校 原来是很新的学校 很受欢迎的学校 在目前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因为他的学生 他有了一个副校长 那学生是我们叫bottom ten 什么是bottom ten 最弱的学生也不太 但是在小学来改行中学 条件不好,学生不好 后来改了怎么样 现在不错吧 现在不错吧 因为刚才那些 现在说说我们香港有小三小六中三 这三个学阶段 他有个全港性基本能力评估 那么学校也是超过了那个成绩 还有个公考试 语言成绩不错 我们看到电视台、电影、广播 都是到学校去访问 去变成一个名校 所以这个教改 学校可能是很困难 但是怎么去学校 又老校 又bottom ten 最弱的学校 提升到有校的学校 就是课情教材教法的批评 然后改出现 我再请问 目前香港有多少中学 是走这一套 现在进入新高中 基本上如果有选修 他有开这个小说文化 名著那些全部是用这个方法 如果他选开这个等 现在要考建 对 这个也没有那个 你讲讲他有课程 因为香港公开考试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 我说的是课程 一个是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 是共同的 大家要学习 共同的学习重点 另一个就是 政府开了十个选修单元 给学生去开 每个学校他开 好像是开五个 给学生选三个 学生要选三个 那十个包括什么呢 包括援助跟文化刚才提到的 还有新闻报导这些东西 就是给强化那个核心单元 那现在我看到学校 比较喜欢开三个单元 第一个就是 那个名著跟文化 名著改编 就是说 三管演绎是一本书 但是它变成电影的时候 它改了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viewing 跟那个reading 是做得比较的 第二个就是 他们喜欢开续集工作坊 老师不是教续集的 因为我们是语言老师 不是续集老师 就是他编写剧本 那个是编写那些对话 因为对话剧本 这些东西是把所有的东西 就是放在里面 听说读写诗诗诗 那表达 这是香港大众部分 喜欢开这些课 那个有评鉴学生 有没有评鉴老师 老师的评鉴一定有 一定有 美水学生也有 对老师的评鉴是 政府有评鉴吗 政府没有评鉴 那外是外界的外评 就是政府 他有一堆人到学校 他就是把去评鉴 是中小学老师吗 对 但是那个 不公开名字的 他只是看一所学校的老师 在什么水平 就有四个等级 他看他就是抽 百分之七十的老师的课 就去看 看完之后就给这所学校定 你们的老师是第三个等级 第二个等级 最差的是第一的 他不会公报你的名字 他不是说徐守仁老师 你是几分 他不会 他是那一所学校 但是校内有 有啊 现在评鉴的时候 比较差的老师 会不会讨厌 基本上不会的 不会 因为我们在 就是说 老师培训是 学校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很难 很难就是说 请到七十位老师 请每一位老师都是好的老师 是我这样讲的 他进来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 对对对对 所以学校就是 行政方面 我们学校做很多 师资培训 不做就我们想 我们的所有想法 根本不可能 实践 平均的结果 如果是 五三等 最是什么 他平均的结果 三等 四等最好 如果是第二等 就是第一最差 我们是 我们是 倒过来的 那有什么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社长会跟 那个 在学校里面跟 每一科科主任 就开会 因为他有一个报告 那我们要 必须要看 他评价 那个 那个 重点是什么 如果他说我们的老师 在提问方面 比较差一点 那我们要做这方面 接下来就要做 这提问的比较 如果他说 学生互动方面 就不要差 那我们就 那一块来说 所以他们 有一个重点 报告也给 这个校董会的 这个学校的管理委员会 他们看完报告 也是跟那个 学校的校长 领导层的讨论 怎么去改善 所以外面 外面有两 他可以 以教育署去派 另外也可以请大学 比如说 我们 我们 大学也请大学来 那个学校 中学的小学 也请我们去外评 我评完以后 给他那个 那个 到一把分啊 或者是 给评意见 他最后也是 告诉他怎么去改善 那很重要的是 你 你评定 你评价 没有意思的 那还重要的是 咱们去改善 这样 最重要的 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压力 不是在教育部 还是小指化 为什么小指化压力 那因为你 你没学生 你学校搞到教育部 不好 你学校去能灵活 看戏 表演 很灵活 很愉快 有效 所以你让学校去考试 考试 抄抄抄抄 教育部 教育部 还送到学校 那学生就关了 我们有800小学 后来提了500小学生圈 所以小指化就是 对 这样的压力不是教育部 还是 对 因为你学校 我们还有家长 懂得什么是有效的 所以 这个是 推动教育很重要 是家长懂得什么 好的教育 所以 你的学校还是 老师不变的 人家有话 第三个 就是最大压力的消极 所以 所以 祝病 有机会 我请彰化的师范大学 来跟现教授合作一下 来凭借我们的中校学 为什么这样 是 其实一个整顿 整顿 整顿 对学生压力很大 一样 你才会进步 对 我希望进步 可能 也是一个 交流 开放的问题 可能有些学生都不知道 怎么做 所以 你给他机会 找他跑太快 比如说 刚才那 他老师是bottom ten 一巴巴的声 就很高的 并且那个 电台电视 访问的对象 是 你看那个效果 怎么样 哪一笔学 老师拍一个对象 那 台湾 会不会 那个 基于 那个 原水 救不了近火的事实 如果 来不及到香港来取舰 请 是不是 介绍一下 我们在地有拿几手大学 值得我们先充足 鸡 没问题 我 你们 在台湾有拿几手大学 因为一直要跑到香港来取舰 来不及了 如果不是太远 是值得不需此行 但是有时候就如果 救不了近火的话 怎么办 谢谢 谢谢 现在 我的儿子是和我们也都台湾去 在柯老师跟那个洪教授的基建也就很多 他们出了几点书 也看过那个 那个 那个 他们台湾也很好 红老师 红丽语老师 都是很 都是我们的一级刚才有合作 所以 实际上台湾也是也有好的 那个 那个 他们要有新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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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教授的一千多强 都说 哇这个 都跑完老去 你看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 所以 我们两地的老师都希望跟你们合作 我们很欢迎 我们也经常到台湾去学习 因为你们很多学校都 发展非常好 所以 那是刚才提到的是怎么去 第一个 一会下午你去看那个 那个 Education City的好处 就是 他们好的东西放在网上 但是 最小每个学生都知道 那哪里有比较好的东西 他心都可以看到一点东西 怎么去看 不是最好的 最小就是另外一个选择 他如果不用圆 他可以改 他可以不改 最小他看了不同学校 然后怎么去进行教学 这样 就是开放那个课堂 开放整个学习的空间 学校 领导 另外 就经常跟我们有个 你们有个网络 搞得非常好 台湾也是非常 这个盼的事 我知道你们做得非常好 就是一个网络 对不对 我想请问一下 这样台湾的老师普遍都非常的认真 他可能拿来一个文本 他可能会没有一页一页教 他会很不放心 可是刚刚看到你们是名著的一个教学 那想请问老师您比如说带三国 你整个教学有请大体而言是怎么样 就是刚才叶老师他 其实我们是在目标开设 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有的教材 一定要按照 我们会去中央那个课程结果 比如说我这个单元 归教学生继续的手法 那先定了那目标 然后就选有关的那个 射调 那我们就把里面有关的 技术的手法冲出来 如果是目标是这样 那我们就 我们会教那几部分 其他呢我们透过考论 透过让学生去表演 去看自己看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 不会把试册的书叫完 不会的很 太多了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就在 其实评估的那一块 就是看学生的那个 那个功课啊 看他们的表演 看他们的演出那些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些学生 我知道是在做 他也希望用一些名著 进去利用那个聊战 他用教科数目著 但是中间呢 有一些官員 他把聊战 某一个短片放进去 给学生看 然后他这一种 我们这个以篇代书 就是教他这一个聊战这一篇 然后教学生去 继续看热的事情 去继续看那个 这是以篇代书 跟我们这个有意思 有一点不同 我们就整个 整个一段 这个书这样去出 基本上这个 好 还有 好 接着这个问题 我再询问一点 如果不晓得 会像有没有认字 编译解码能力比 再差了孩子 他如果无法自学 那这个部分 有没有做普及教学 这个呢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在高中初中的部分 就没有一个独立的认字了 就是在篇里面 老师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就是金融第一章 里面有一些生字 老师要学生学的 他会教的 他会随一章里面 在篇章里面教学生认识 其实像 很多人移过 你们想课的孩子 因为用了新方法 他就 他这一回就学校 以前那时候跑掉 都是不见的 因为他想课是享受的 他就算要想课 我也同意刚才说 台湾老师非常用功 很用正 学生也很尊敬老师 这个香港 我觉得 台湾比较香港很强的 所以 但是我觉得真的 我很同意的想法 好 想解教会许主席 那我有看到 有关于中医景 远入阅读 试验计划的一个大纲 那里面 我不晓得说 在香港的中学 它的中国语言科 大概占不多少时数 一般在初中高中 一个星期有40节课 它占7个 七个节课 每节课40分钟 谢谢 那有关于原著阅读这部分 譬如说 我们选了一本原著 大概它整个进行完毕 就包含我们九个学习范畴 全部都学完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它可以完成一部这样的原著 还是要整年来完成一部原著 不会 我们最 你看小时候它一整年很多很多书 我们以前试验这四部书 其实第一个又要看 因为我们去香港用为单元教学 一个单元基本上有 由十四十五节到二十几节 二十几节 就是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里面 它很多篇章要 一个单元里面要处理 听说读写思维 所以我们在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 这样才可以省个时间 因为七节课怎么上 我们香港中文课程有九个范畴 听说读写思维文学文化自学 情义品德九个 所以必须要用一个综合性的教材去处理 不然的话不够时间 所以基本上是二十几节处理的一个单元 因为有阅读的带动 因为有阅读 你可能听说表演 阅读以后就写文章 所以用阅读带动 读写 另外你提到评读的问题 当中五十小说教论 这个好人还是不好的 你可能评读 就是这样说 你会把一个小说 带动九个零语一同进行 不是一几个口语 在这个阅读 所以说永远搞不了开单 因为没什么做不了 因为一几个课 咱们四十个人一分钟都没有 那这样做呢 我没有第二课堂 第三课堂 就整个都 所以老师不得再这样 我们不鼓励学校 就七几个八几个九几个 浪费时间 实际上给学生一个空间 他能够去学的 你给他那个好好的语言 挺大的语言 这就是现在说 因为我们小说的内容丰富 所以他可以用不同的内容 去教不同的能力 如果是偏占一个单偏 他是比较当保的一点 所以这是很大的分别 請教一下 在香港这边有没有学习 从小学要上来中学的时候 学习就已经跟不上了 很多 那怎么去处理 不然你跟这种教学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 现在我们有跟台湾不同 台湾里面有个resource 基尔班 对 我们没有基尔班 我们建立一个融合班 融合班 融合班就是 融合班里面有几个能力比较差的 对 另外有个resource 特殊学校 青多日子 看系纸有问题的 有20多间的特殊学校 所以是很困难的 都放在这些resource 其他就放在融合班 如果办法是做得好 还是做得不好 我们有稍微处理差异 所以处理差异 所以是说 毕业办法要好的能力 然后低能力怎么去办 我们有几个方位 或是跨班分组 跨班分组就是 比如说 我要一年级 2013年系列级 在中文就把它全都放在一起 翻到诗 重新来变 同一个时间 就是想有一个英语课 就是可以夸籍分组 可以同班分组 同班分组 我看你们用同班分组 它就用夸籍分组 另外我们有differentiate teaching 就是我们分层 多层次 多层次教授 比如说刚才 你知道学生能力高的多 多问他的身后的题目 比较弱一点的问题 就是多 另外我们有多层次的课本 我们一本书 我们一本书有四个课本 比如说这个书是原住来的 但是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 是韩国人 或者其他人 或者其他人 比如说 这个是那个 扎有归 归 找找 没问题 不是说我们有一本书是原住吧 这个是原住了 OK 因为我们就把它变成几个版本 最低的版本就是单居的 这几个很低的孩子 第二个版本就是副居跟有点副居的 但是 可能老师都是讲一个故事 原来有不同的孩子用不同的课本 好的学生 最好的可能性 看着叫第一点的可能第三的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 Differentiate Curriculum 就是多层的教材 所以这样处理这个就容易了 或者是老师的教第三层的课程 要好的学生就回去看这本书 所以你们基本上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你没有分成教材 你解决不了学生的差异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实际了一个多层的教材 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这样 但是我们学生学生有多一些这样的教材来处理 教学法当然也不同了 这是原住嘛 这是三年级 这是一本 所以我们对他的方法去处理差异 听说你们的吴副长 他现在也开始在台湾处理 在研究这个差异 处理一个不同能力学生的蓝点 或许我们就叫这个差异的问题 这不是太快了太多了 我们讲一讲阅读的差异 要给评估的问题 我们对这个阅读的扣架 这是阅读的扣架差异的问题 所以 或者是那个 我请罗伯训讲一讲这个构架 这个构架就是国际上 比较在小学部分 比较共同承认的一个构架 他分成低层次的阅读 跟高层次的阅读 在低层次的阅读方面 你会看见他还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寻找明显的记性 如果高一点就是做一点综合性的推论 如果在高层次方面 学生需要综合整篇文章 或者整本书的读解等等 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比较高一点 然后最高的一个层次 就是评价这个文章 比如说你的内容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组长是一个怎么让的人 请你提出你的理由 还有在文章或者故事中找出证据等等 再想一想我们的创意阅读 就是你看这本书 有新的想法 写的并细着 这个长期不光是考试用的 也可以教学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老师用第一层的时候 老师一想课的时候 也是知其具的 都是教了这样的层次 所以他又发了难命的 到一年提升 因为他教了 我们完成这些长期的 如果他教的是这样的评价 这样的东西 就可能这样说 就是他的高长期 刚才我们的原住院 因为他有看书 他有看很多的书 他有主机 他有评论 这样说整个课堂 就有高长期 如果你一本书怎么去解析一个字 一个词怎么去 重点词可能讲一讲 但是整个来说 这个老师又集中在这两个层次 所以为什么远处比较容易来进行这个 所以我们出的题目 也是根据这个层次来出这个题目 这基本上我们考大学 高考都是根据六个层次来出题目的 所以考的是能力的 这个能力 不是考的 他能不能收集 他能不能对冷 什么这类的东西 因为这是有用的东西 但是这很小的语读 很小很小的能力 所以语读能力是比较 甚至一个处理很大量的语读材料的 一个比较差量的用力 还有呢如果在不同的年级 老师可以把重点放在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学生的年级比较小 那你可以比较杂重在低层次的能力 但是呢如果学生的能力已经长过 或者是他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要求当然可以提高很多了 但比例 学生的比例可以放在高层次那边 那如果我们应用在考试 或者在教学评估方面呢 我们也有分类 因为我们阅读不单单是有文学的经验 还有继续性方面 寻找技术方面 特别是你们台湾呢 是一个很发展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香港也是一个 比较发展的城市 那学生在阅读继续性的方面 比如说图表啊 一些材料 业继续性的内容比较多的 学生还需要掌握的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北历上 文学方面 比如说故事书啊 占一本 另外呢 阅读图表啊等等 材料也是占一本的学习的内容 然后呢 这个是跨学课的阅读 就是书水啊 那是理科的东西 这是阅读不光系文学的 还是要跨学课的 在香港我们这部 阅读不光是放在语文课里面 这是全学科的 数学也要看出 地理也要看出 这是要跨学科的阅读了 所以阅读的训练是传效老师共同的责任 而不是语文课老师个人的责任 另外呢 举例来说 如果在新年级了 我们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第二层 跟第三层 这两个层次 所以你看这个占分的北历 这两个层次是比较高 很快讲一讲 寻找计量就是包括这些 但是故事的背景啊 这个主题的主题 这些都是L1低层次的 这样子 所以不是 一定要处理的 但是不是最高的阅读了 第二层 学习能不能把几个不同的篇章 来找出那个重点 然后给意见 第四层次 学习能不能给自己的 用自己的语言 说出这个 他的意见 给一些理由 这样子 所以就是教学 教他这个能力 不是教他懂得哪一个文章 是里坡是出生在什么地方 都府是出生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作品 这样子 这是有用的 但是他就 但是能力呢 也不训练他们 他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教学 要训练他们能力 不是教他 作者的 学习的人 但他的背景 这是内容的学习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都在跳 这些出题目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 我看柯老师也出过这样 这是一篇文章 所以他出题目 可能这个题目 他的出题是寻找的 所以每个考题都知道是考什么的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有一个目标的 没有题目标的 有一个考试的目标 而且第一个推论也是 为什么来摆脱这样 他就不能从一个文章找出答案 又自己看完明白成事 第三条 可以 要总结才能找出来 OK 第三条 就是 为什么 他有 他看了之后 就有解释了 这样 第四条 就是你的评价 最能描述这个故事 这样 OK 所以每个出这个题目 创业之后 都知道你每一题 是考学生哪一个能力的 你可以看学生在不同的年级 那这不同层次的题目 有不同的匹率 那高年级那 比较高层次的题目 你可以多出几大问题 简单的可以想出来 想看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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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医高的学生 你要考虑南医第三 第四章 你刚才提到你第一 你可能定外观第一 第二章 那么说 南医低的 可以听到好的学生 有没有答 所以这样说 我这样说 我们这种分层 Differentiate Teaching 就是分层教授 不要求你学生 不同学生 同样的东西 但是你就有个能力 知道南医生 好一个重大能力 你就很清楚 帮你学生 拿一个层次 或拿一个题目 OK 可以看一个网上 因为期间关系 我们也看到那个 刚才提到这个TSA 政府怎么考的学生 这个能力 基本能力 我们的考评局 跟那个科学 科学发行署 都 我们的考试是 就有那个科学带动的 所以 他的出的题目 都有从那个科学有关 所以 你也想想 这个 大家可以上网看到 这有三块 第一块呢 他 我们叫 小三小六中三 他有一个基本能力 在你那个folder里面有的 就指定 那他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就是SA student assessment 这个是他一个题目库 就是这题目库里面 所有题目 是按照那个基本能力 去编题的 那老师可以 随时让学生 上去往上去做 做了之后 他有一个报告 就是说学生 就是第三道题目 表现比较差 那 对 那老师呢 就知道 有人来自第三道题目 是出 找重点 我们学生不会 那他上课的时候 就要 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 第二部分呢 就是TSA TSA是那个全港性 这个 全港性 那个系统评估 这是一个 政府 要监察学校 教学那个水平 就是小三小一 就是小三小一 它这个是 sampling 那个sampling examination 就是说 它取样的 不是每个学生都要卡的 它取样去卡 就是 一个学 一个学校里面 它取样 然后透过这样 就看学校那个 接受学义 所以它有两部分 现在来 就是那个 看全港性 系统评估 这个 每一年呢 学校就用 就会收到 他学校的成绩 大 因为考完 就有这个报告 但那报告 是很详细的 就是说 你贵校的学生 在这一道题目 会表现怎么样 他可以回归教学的 那个报告是很详细的 所以学校利用这个报告呢 可以去调整 现一年度的 那个教学计划 这样子 它所以整个就是 促进学习的名顾 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你刚才教授提的 它不是要盘你 老师每一年9月开学的时候 就会得到那个教育局 给的一个密码 还有那个账户 学生也有账户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 我们刚才的一份 考评举定下的一些学习重点 去安排这个不同的 网上的评估 从这个既定评估 然后就继续 这个KS1,KS2,KS3就是 阶段1,阶段2,阶段3 这是学习阶段1,2,3 1到3年级就阶段1 4到6级就阶段1 基本上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看阶段1 然后下面就会 你可以根据这个表 去找你评估 学生的不同的能力点 比如说阅读 阅读 你只有看到上面有一些 这几个是能力指标 就是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 学习 学历能力指标 一样的 他就会把适合的能力点 他会把有关这能力点的卡核 就是所有题目就给你选 选给学生做 这个BR1.1跟1.3就是刚才说的 罗伯西爽的能力点 然后他会后面每一个 要到处时间也会告诉你 大概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一堂40分钟 你就选足够的时间 然后就定义一下其他的 时间啊 比如说时间啊 或者连击啊 他就是用这个Fresh的方法去把它重新做出来 看完文章之后就可以解答问题 是网上的 对 网上的 对 网上的 学生可以在家里做的 课堂就是老师管理 家里就是家长管理 这个系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就能够 你可以从中间 玩家中间的选择 不用学生去懂 不懂输入法也可以做的 比如说 他还有读音啊 这是题目库的那一块 老师可以利用这个去诊断学生 他懂不懂这些东西 长不长过这些能力 其实做完之后老师的电脑 就会实时去看到学生的表现 也可以把它输出 变成一个好像成绩表一样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再告诉学生里面的表现怎么样啊 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强处啊 都可以立刻就打印出来 就刚才我们就是利用一些教材 不论是篇章也好 圆句也好 就是教学生去寻找主旨 那可以叫学生上网去 选这个有关主旨的那个 题目给他们做 做完之后 就老师又有一个报告 就说哪一个学生做得好 哪一个学生做得不好 那老师可以整体知道 学生论的整体的表现 所以这个系统而言是公开的 学校可以做 但是当然有些TSA 都是陪估学校成绩 那种就不是这样嘛 就不公开的 他做完以后 他给每个学校的成绩 提供单给每个校长 但是这些不公开 但是这样说 这是能力的 所以这个能力已经说很清楚 哪个能力 没有时间关系的温度 这样很简单的讲一讲 就是老师也被 懂得怎么去出题目 原来考一个阅读 是这样考的 不一定是考那个 刚才说 他的作者的背景 这样的东西 还有什么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留时间给你们 有什么提问 这样 刚刚您所呈现的PERS 那一篇 Robert的倒立的老鼠 那是那种提醒媒体 你们都有做分析 是L1 L2 L2 那是不是你们的香港老师 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跟辨识能力 其实像刚才我们的 你看我们刚才的基本能力的 都是根据这个理念来学 因为我们是阅读能力 也不是阅读的内容 配夹内容 因为有考这个 整个 都是这个整个 都是 借从一个阅读系列 来看阅读能力 基本上老师都明白 怎么教阅读 怎么考阅读 但是我们不操练 那个PERS 跟PIZZA 很多学生都愿意参与 因为他太忙 事实上也不太愿意参加 那个PERS 跟PIZZA 所以我们 他们也有兴趣看到我们 学校那一枚 跟他的学校成绩里 挂的东西 但是整个 学习理念 基本上全球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也 也是完全不同 跟传统的 所以现在实质培育过程 跟进修 老师的进修阶段 都同时有去学习 阅读心理 学习这一方面吗? 以前就是没有 后来就 因为有新课程 课程改革 特别看的课程 来给一个新的课程 给老师 我们也有这类的课程 有自己不同的大学的负责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西教授 还有几位主任老师 老师在圣诞假期当中 还特别抽空回来 帮我们谈一谈整个香港的阅读 推动的情形 非常非常感谢 当然就是 我们第一个 大概学到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第二个就是说 时间也非常有限 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 邀请西教授 还有几位主任老师 校长 有机会也到台湾来 给我们一些传授经验也好 或是说一些交流也好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有准备一喜 我们有准备一喜 一个纪念品 我们有准备一喜 我们可以请 咱们来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书展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